独蛇王立坤成为男神收割机让人羡慕极度恨 娱乐圈的明星艺人都有几段召不开的绯闻,哪怕被称作娱乐圈最干净的女星王立坤也逃不脱 拒绝寒庚表白,斩断正开恋情,与无以防假戏斟作 素颜女神的恋爱时很是丰富,被称为男神收割机 可能很多人认识王立坤是通过跳水节目上的芙蓉出水,也有人是通过林更新的飞闻女友认识她 但是呢 王立坤其实已经出道很久了,从2004年到如今整整14年了,算是娱乐圈的老兵 在上述的几任飞闻男友中,这段八年的马拉松恋爱时才是王立坤绕不开的夙愿 男主人公就是乔振宇,乔大美人 天涯四美中的榜首,中汉娘的顾西朝,乔振宇的欧阳明日,演艺宽的李建成,霍建华的徐长青 乔振宇早在2002年与董璇合作的《雪花女神龙》中南二号一脚走红,那个不死不救的赛华叉很是怀念 乔振宇与王立坤两人因戏结缘,在2004年许可兼致的《七剑夏天山》中饰演情侣,两人从戏里演到戏外 值得一提的是,当初的乔振宇已经名满天下,而王立坤则是娱乐圈新人,刚刚出道 两人在一起后爱得很是低调,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情侣的关系,直到有一次乔振宇带着他出席朋友的生日聚会,两人亲密的举动才被媒体捕获被动公开 据悉两人是学妹和学长的关系,两人都很爱狗,共同饲养一只叫做饭团的宠物狗 可这短马拉松式的恋情并没有修成正果,在2012年的时候有演员王倩仪宣布怀了乔振宇的骨肉 两人在剧组拍戏擦出爱的火花,王立坤得知消息后也是点赞送出祝福,两人也成了纷飞鸟 乔振宇在与王倩仪结婚后,婚姻很是幸福,王倩仪在四年的时间里为他添了一男一女,甘心做家庭主妇 而另一边王立坤呢,则在分手后,迅速地走出阴影,参加了令他成名的新跳水立方节目,有了素颜女神称号 在跳水节目走红后,王立坤又陷入了另一段绯闻,就是介入于河伟的家庭,插足了于河伟的婚姻 于河伟就是饰演金三国中的那个刘备,两人在一起亲密的画面被狗仔给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